大家好,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每次发生命案,警方第一件事 就是要先确认死者的身份 如果连死者是谁都不知道 那要如何破案 时间回到2002年的8月25号 彰化田中赤水旗公园 发现一句烧焦的裸体女尸说起 警方见识小组拉起了封锁线 在现场寻找相关的证物 这起俄女命案是25号晚间 有民众在彰化田中与南投交界的赤水公园内发现 彰化警方在公园的登山步道旁的排水沟 找到一具烧焦的女尸 身上覆盖杂草 躯体烧得焦黑 容貌扭曲 全身赤裸 舌头外露 脖子有肋痕 他身上的伤口就没有吵出来 但是按照情况来看 于是有塌杂之前 就是这一句话 彰化警方成立了0825专案 要破重大的刑案 问题来了 死者到底是谁 警方忙了好几天 居然没什么线索 唯一的方向 就是法医解剖后相验 女子熔炉所使用的矽胶 重达240公克 跟市面上惯用的180公克到220公克不一样 因此大胆假设 女子即可能不是台湾人 所以警方的侦查卷宗 死者被称为无名女尸 由于死者的戒指有英文字 再加上头发可能是天生的红色 因此警方不排除可能是外劳 当时专案小组认为 只要查出死者的身份 很快就会破案 到这里 还是认为查出死者的身份 并不困难 警方根据死者的身高 年龄 体重 来比对彰化的失踪人口 居然没有进展 只好先把女士送进了殡仪馆的殡柜 没想到 这一殡就是七年成为悬案 2003年秋天 律师张廷真跟朋友到彰化田中爬山 途中经过了发现女士的排水沟 自称能通灵的张廷真 突然有了强烈感应 就是很奇怪 走到公园门口前的时候 突然间是烈日当空啊 很好天气 可是突然间一阵 全身的鸡皮毛孔都竖起来 鸡皮疙瘩起来 甚至连头发都像被电到一样 都竖起来啊 那我就觉得奇怪 是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有灵界的力量修炼者 那还有可能就是 就是有冤魂啊 之后张廷真询问警方 这才知道爱发地 曾经发现一具裸体女尸 死状凄惨 冤气逼人 但是苦于毫无破案的线索 连死者是谁都不知道 他的心中燃起了一股好奇心 接下来种种的巧合 更是让他吃惊 过了一个礼拜我们去社头喝咖啡 朋友约去喝咖啡 结果那个田中分局的警方队长巡逻 曹慧生号巡逻经过 就坐下聊 我就想到说 你们那个恰主公门口到底有什么事情 他们说有啊 就是洞八二五专案的 有一具无名的女干尸 被弃制在那个公园门口的水溝 那一直到现在快半两年了 一年半左右没有办法破案 那我那时候的心情是出来抖的就降下来 而且哀戚的感觉 悲凉的感觉 是一种亡灵的那种冤气跟那种怨气 张廷真耿耿于怀 死者找上他深渊 不过冥冥之中就是缺乏了破案奇迹 他想帮忙也找不到着力点 只能先将这一件事放在心里 说也奇怪 四年后 有一次他来到彰化殡仪馆 他突然想起了裸师命案 为了了解冤气的来源 张廷真还跑到了 弃尸地点附近的城隍庙去拔杯 当时城隍爷不在 后来是追捕罪犯的八爷范将军回来 拔杯的结果问出来 说凶手是死者的丈夫 而且还有其他共犯 为求慎重 张廷真又赶到了二水的百年古庙 安德宫寝室天上圣母 拔杯再次确认无名女师 是被丈夫下手杀害 让张廷真很想当面跟死者来沟通 于是他穿上了道服 到彰化殡仪馆 想要以拔杯的方式跟女师对话 这一问一答让人头皮发麻 你是不是被你的先生跟婆婆加害的 如果是他们两个害死你的 因为是他们两个害死你 凶手是你的先生 你嫁到台湾来的中国台湾的先生 和你的婆婆害死你的话 请示两圣杯 张廷真继续要跟女师对话 问出蛛丝马鸡 这时他却感觉到通灵的过程受阻 根据这些研判 有可能是死者不愿意案情继续曝光 这其中又是什么原因呢 你是不是虽然你被害了你很痛苦 但是因为你说 如果说查到案子 你先生跟你婆婆会管你的小孩 因为有人照顾你会痛苦的话 是的话你胜悲 当时我心里有个感觉就是 是不是因为凶手既然是你丈夫 但是因为小孩子还小 因为看尸体的情况 也大概40岁左右嘛 所以因为考虑到小孩子还小 万一侦破了 你的婆婆或你的这个先生是凶手 那很快就被羁押了嘛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 虽然通灵受阻 得到的线索也有限 不过激公律师始终相信 案子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又过了三年 当时的彰化地检署检察长 施良波 因缘际会去拜访了张廷真 两人聊天 激公律师主动谈起了这起 离奇的无名女尸案 施良波听到了整起案件 疑点重重 于是下令重启调查 这个死者当时警方怀疑他是外籍新娘或陆沛 然后我就拨杯的时候 他说他是陆沛又说他是外籍新娘 我觉得怎么会矛盾呢 都是两杯两杯 那我就突然想到说 他的小孩可能还小 凶手竟然爸爸可能 小孩子可能被爸爸所伤害 推测都告诉检察长 没想到他重启侦办之后 一个多月就按着破了 巧的是 在此同时 台中二分局的侦查队也接获办案 一名女孩控告父亲邱清燕 还有后补赖慧慈 联手杀害生母 警方于是找了这两个人征讯 就在征讯室 邱清燕和赖慧慈 原本同声否认 后来警方隔离征讯 不但案情大白 而且杀害的对象 就是彰化殡仪馆的无名女尸 做比例的时候 邱清燕都是否认的 他都是推给赖慧慈的 我用邱清燕的转述给他听的时候 赖慧慈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 他怎么可以把他光出来 因此赖慧慈他也是翻脸 他就把所有的 怎样的计谋要杀陈精灵 他全部都讲得很清楚 原来这一起无名女尸案 死者有名有姓 他叫做陈精灵 是邱清燕的原配 后来感情生变 两人离婚之后 还是住在一起 邱清燕历劫新欢赖慧慈 而他们为了谋取 陈精灵他的家产 所以找了两名工厂的员工 约陈精灵外出谈判 却成了死亡之约 来到气势的第二现场 杀人的信任妻子十分冷静 还能够清楚说出 七年前是如何杀人 就气势在这片草丛当中 他把施者约到台中县太平市一江桥下 就是借说来聊说将来的 他们夫妻已经离婚了 那邱清燕他又载婚 他们要如何处理这三角关系的问题 那我买啤酒 那里面有餐料 把他迷婚了 扶上车之后 就开车载到嘉义足企的山上 那教授有两个未成年的 一人抓毛巾 一个拉一边 然后要把他热婚 热死 结果在热的过程 死者他有反应过来 他有挣脱 挣脱他就打开车门 跑出去 跑出去 他们那两个未成年的就 捡食地上的木棍就 打他的头 把他打婚之后 就邱清燕就去车上 拿容器 坡在死者的身上 然后点火 点火烧 烧他 到底他是被下药死的 还是打死的 还是烧死的 后来检方的调查认为说 当时火一烧之后 他还痛啊 还滚啊 还窜啊 表示没有把他打死 打晕掉 一烧痛之后 他又醒过来 所以这个陈经理 受了很大很大的沉冤 男女共谋杀人 原本同在一条船上 而面对警方 两人却反目 就连后来 被带到陈师弟 说明行凶的经过 这一对男女 还竟然就在镜头前吵起来 和现任妻子联手虐杀前妻 还杀人焚尸 重回案发现场 两人互推责任 在原警面前大吵一架 十分的难看 你记住吗 你我队里帮你放下 我当时你放下 你队里帮你放下 我当时你 你不让我放下 我当时你不让我放下 但是让他进一步 要试着以通灵对话 来了解案情 却受到阻碍 他认为就是死者担心 一旦逮捕了前夫 他的子女就没有人照顾 我后来去查证 当时案发了之后 确实那小孩 两个男生还在读国中 女儿也才十几岁 所以等了七年之后 孩子都成年了 所以这时候 他应该就是 成冤得雪的机会 那他讨报了之后 他自然有很多先佛 附罚的人会帮他 让这个共犯之间呢 就是露线甚至互咬 然后就 就是把整个犯罪的真相 跟全貌就显现出来 让侦办的人 检警双方能够 很顺利地突破这个案情 跟他们的心防 所以自然这是 冤魂讨报的一种现象 我刚才就喊 他女儿那天哪里 是坐这里 他跟我讲说 他爸爸 久后跟他讲说 怎样给他妈妈行凶 气势在彰化 我自己听了 我也是觉得很离谱 七年前他怎么可能会 到现在都没有破案 死者当初 有霸卵失踪的人口 但是警方登记的资料 陈经理 他的身高是160公分 其他相关的资料 没有一样符合 失踪的原因是 离家出走 而且是在家里面走 失踪的 陈经理也不是外籍劳工 所以才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发现 整整拖了七年 这起案件之所以 侦破 就是因为陈经理的女儿 在母亲失踪之后 有一次继母情绪失控说 要知道你的母亲在哪 去问你爸 也因此女儿不断地逼问父亲 直到这一次父亲酒醉才坦诚杀人 女儿勇敢地大意灭亲 到警局报案 再加上技工律师的种种奇遇 这才让死者陈经理在七年之后的母亲节前夕 陈渊得选 最后邱青燕判无期徒刑 赖慧慈判了18年的徒刑定验 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这是继工律师破选案的故事 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 别忘了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掌握最新的进度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